在10月1号国商日之际 南风都市报刊载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长篇纪实报道 记录了那场饿死几千万人 甚至出现人吃人惨绝人寰的灾难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克最近出版的专著 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研究结论是4500万 而中共却一直掩盖它的罪恶和历史真相 冯克教授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 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 9月29号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 他指出这场灾难的真正规模一直显为人知 1958年到1962年期间 毛泽东发动了全国大跃进运动 树立三面红旗 大链钢铁超音赶美 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瓜共产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灾难 今年初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中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是1000多万 知名中国经济学家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毛于世表示 他做过这方面研究 非常怀疑这个1000万的数据 共产党的历史里头说是人口减少1000万 说那死了1000万 这个说法非常幼稚 三年里头出生了很多人 出生的人那么多还减了1000万 那就死了就不是1000万了 这个道理很清楚吗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 在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祭时》一书中指出 1958年到1962年 全国的气候数正常年景 而这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杨继绳的父亲 就是在大饥荒中饿死的 还有报道这篇的新唐人记者 李元翰的爷爷奶奶 也是在当时饿死的 临死前吃树皮草根 被蓄里的棉花裹腹 冯克教授在新书中指出 根据公安部门当时的报告 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 中共内部报告显示 当时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其中约6-8%死于酷刑和处决 20多年前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陈毅兹根据赵紫阳指示 曾做过一次调查统计 得出的数字也是死亡4500万人 绝对不是气候造成的 由于谎报说假话 这个牧场可以达到什么几万斤 包括全学生的评文章 说真话的都把他们关起来 特别是人民公社 取消了一家一户自己做饭的权利 都去吃大食堂 炼钢铁的时候大家都去炼钢铁了 你说农民怎么会炼钢铁 还要不是开玩笑吗 但是把地理的粮食都烂到地理 都没有往回收 所以这是造成饥荒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9月28号 以两个版面发表了长篇报道 越境过后是饥荒 川东三年灾害即时 四川达州的朱全森说 在三年灾害期间 当地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 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 饿死这么多人 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识是要上书的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考察44天后说 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必要毛泽东公开检讨 为扭转政治被动局面 毛泽东继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又造成十年浩劫 共产党犯了一个空前的大错误 现在他们不敢承认这个错误 其实这个错误也跟现在这些人没关系的 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了 但现在这些人也还不敢批毛泽东 所以你不总结过去 你怎么能避免将来啊 冯克教授指出 这段历史中死亡还不是最惨重的记忆 而是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和道德体系 人被统治者变成了工具 人和人之间为了生存 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和文明 杨继神认为 大饥荒其实是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大饥荒的祸根是中共极权制度 到现在基本的政治框架并没有变 他指出 写墓碑这本书 也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 在当今中国 几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事 应该很难再发生 但在人是中共高度极权统治下的中国 出现其他大灾难却是难以避免的 新唐人记者 长春 李元翰 萧妍采访报道